作为菲律宾言论大胆,个性鲜明的总统,杜特尔特一直都在考虑把国家的名字给改了。 他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菲律宾的国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把国名改成马哈利卡。 新兴国际注意到,菲律宾改国名这件事,在非国内早有讨论。 前总统马克思,也曾提出过相同的提议。 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杜特尔特一直试图从法律上将目前的菲律宾,改为马哈利卡。 马哈利卡是马来语,一级贵族或自由人,带有尊贵及和平的概念。 改国名对菲律宾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杜特尔特众议的国名,反映了他的执政理念。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名色彩。 杜特尔特想从改换国名中,但画这样一段历史。 1521年,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带领西班牙船队,发现菲律宾。 开启了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的时代。 1543年,西班牙人把菲律宾中部诸岛,取名为菲律宾群岛。 向当时仍是西班牙王子的菲律普二世致敬。 在后来的三百多年间,随住西班牙殖民范围的扩大。 这个名字也逐渐涵盖了更多的岛屿。 自1898年独立后,菲律宾又沿用了120余年国名。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是以外国人名,而且是殖民者国家君主的名字。 作为国名的唯一亚洲国家,但今时不同往日。 作为东南亚第二个人口破亿的地区大国, 却要用住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 杜特尔特自然不会喜欢,菲律宾众议员家里是杜特尔特改国名的支持者。 他指出很多国家在摆脱殖民加索后,都恢复了他们的救命。 但菲律宾选择保持西班牙殖民者给的名称,这样很不好。 这应该也是杜特尔特的心理化。 曾被反对。 只是注意到,马哈利卡不是杜特尔特的首创。 1965年至1986年,担任菲律宾总统的马克思,在执政期间,曾大力宣传这个名称。 1978年,菲律宾国会曾提出法案,把菲律宾改名为马哈利卡。 据阿联酋新闻机构Fernational报道, 据称,马克思曾在二战期间,率领一支名为马哈利卡部队的游击队, 并在菲律宾实施军事统治之后,希望使用马哈利卡作为新国名。 以倡导民族主义。 2017年6月12日,一名艺人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提案, 希望国会设立一个地理更名委员会, 以全面研究菲律宾更改国名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这位艺人当时表示, 更改国名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与殖民主义的纽带, 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 为了让国家向前发展,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真正反映我们国家愿望, 且能表达我们价值观和自主性的新国名。 菲律宾改名曾遭到非多数人反对。 不过, 这个议员的提议,随后被国名给否了。 随后的民意调查显示, 83%的网友都投了反对票。 支援改名的仅有9%。 反对者给出的理由是, 改国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政府与其在这件事上浪费钱, 不如多关注下医疗、教育。 杜特尔特今年就是重提, 而且赞同了前任总统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是对的。 他当总统的时候, 一度想把国名改为马哈利卡共和国。 这是马来语, 比较带有尊贵及和平的概念。 但是, 改名对于杜特尔特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 还要经过公投。 菲律宾部分老一辈民众, 并不喜欢马哈利卡这个名字。 他们只称, 前总统马克思在执政时, 以此名宣扬独裁理念, 尊贵自由。 有过改国名经历的国家不少。 最近的, 2019年2月11日, 马其顿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同意将国家名称改为 北马其顿共和国。 理由是和邻国希腊的省重名。 希腊曾因此阻挠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 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吉布提, 曾因结束殖民, 宣告独立而改名。 1896年, 法国入侵在集成立法, 属索马利亚殖民政府。 1946年, 集成为法国海外领地。 1967年, 改名为法属阿法尔和伊法领地。 1977年6月27日, 集宣告独立, 定国名为吉布提共和国。 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 改换国名绝不是一时兴起。 跟本国政治形势有莫大关系。 杜特尔特已敢说文明。 但也绝不是说说而已。 尽管前任总统提议的名字被否, 可杜特尔特还是提议买哈利卡, 说明这个名字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杜特尔特以改国名唤醒沉睡的民族主义情绪, 渴望尊贵、自由、和平。 这其实也反映了杜特尔特这两年的执政理念。 杜特尔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自从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 与前任总统的欺美政策相反。 他选择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下周, 杜特尔特将赴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 两年前, 他曾参加过第一届。 相较之下, 杜特尔特曾多次拒绝访美邀请 美国的做法, 也让杜特尔特感觉不到尊贵和自由。 此前有报道称, 杜特尔特曾考虑扔掉他的智慧手机, 因为他担心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窃听他的谈话, 并可能利用他的私人资讯, 最终暗杀他。 不仅如此, 美国政府还多次接美非, 共同防御条约, 插手南海问题, 给菲律宾带来很多麻烦。 这也不符合杜特尔特对和平的渴望。 而据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战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79%的菲律宾民众, 认可总统杜特尔特的工作。 这足以说明, 杜特尔特的做法得民心。 无论国家改名这个事情, 能否在杜特尔特任上完成, 他所坚持的外交政策, 不会有太大波动。 一切原网站、 中白坝马大学们chooleli童父、 B Alb返辞生较大学斥质像 143山大学、 写真一的 Immer很小心夜店。 感谢观看